家人我從來沒有那麼委屈 然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索美一的中國人 我就告訴他不是這樣的 吉隆坡的苦臭吧 馬來西亞的第一天就看著屋子在街上 來馬來西亞一定要帶方便麵 這裡不僅餐館味道不好吃 人聽不懂說話 馬來西亞吃的喝的那一樣好吃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也有一堆中國網紅啊 常常跑去東南亞等的國家 拍片扁低當地 那像是去泰國的時候就會說 欸那邊很亂啊 要綁架女孩子啊對吧 去新加坡的時候就會說 人家物價貴啊 沒有CP值啊 那去馬來西亞的時候就說 他們都不講中文啊 還說什麼華人的國家 人家也沒有這樣說對吧 馬來西亞的食物又難吃啊 又熱啊 又破又窮啊 高樓大菜也不如咱們國內啊 是吧 跟第三世界一樣啊 以此來證明中國是最好的 我們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來馬來西亞一定要帶方便麵 這裡不僅餐館味道不好吃 就是方便麵的味道也不好吃 這方便真的很一般 請問到馬來西亞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你得帶方便麵 最好再帶點榨菜 感覺我來了幾天都瘦了 想減肥的來馬來西亞啊 馬來西亞的飯的怎麼都這麼黑咕嚕嚕的 昨天熱苦茶也是黑咕嚕嚕的 味道怎麼樣 說實話真的怎麼樣 哈哈哈哈 不讓你說實話的 美西華人的美西酒精 可能聽不懂這樣 這東西什麼食物我說 早中晚都吃得酸 都得配上這些 死甜死甜還 又冰又涼的這個奶茶 為什麼不理解 人聽不懂我說話 真糟 對這食物徹底失望了 馬來西亞吃的喝的 沒一樣好吃的 海鮮 它給你做成椒鹽味的 蛋黃味的奶油味的 聽著是不是特別好 我跟你講吃兩口就甜的發膩 喝的 果汁冰沙奶茶咖啡全部加糖 你跟他說一點點糖 還是厚甜厚甜的 你跟他說一點糖不要還是甜的 沒辦法來吃杯麵泡麵 賊難吃 買了無湯的咖啡 不添加糖 甜的 薯片 甜的 賊難吃 那什麼辣死你媽也不好吃 有甜有鹹的 雖然我沒有去過馬來西亞 我也不知道究竟馬來西亞的食物如何 但我只能拿我去過歐美的經驗來分析啊 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食物 沒有完美的料理 有人喜歡就有人討厭 即便是什麼米其林三星啊 五星級飯店啊 總還是會有人不喜歡 對吧 這是口味的問題 習慣的問題 那我去歐洲的時候 我也不會說 歐洲的食物全都很難吃 對吧 歐洲人的味蕾 一定是有問題 當然不是嘛 他們也有很厲害的料理嘛 對吧 很不錯的料理 我不習慣的是 他們很多的早餐啊 是冷盤的 對不對 除了這個烤吐司是熱的 基本上很多都是冷盤的 那我一個亞洲人實在是吃不習慣 早餐通通都是冷盤的 對不對 那不代表歐洲的早餐 或是歐洲的餐點 都是難吃的 像我去義大利 好多美食 也是很好吃啊 但我偶爾還是會遇到很難吃的店 很雷的店 就真的 那個麵煮的都黏在一起 是不是 沒有味道 不入味 每個國家都會遇到這種雷店 那我這個時候就會說 欸這是我來這邊啊 難得少吃遇到的中亞水平的店 非常的難吃 雖然我討厭共產黨 但我去中國的時候 我很喜歡雪花啤酒 而台灣沒有它的進口代理商 也沒有工廠 那我也沒有辦法像鍾明軒一樣 去中國旅遊喝上一口 那估計 喝了一口就是入獄酒了 好 那去年我到法國的一家火鍋店 欸 就喝到了 新滿意足非常的暖心 雖然我們都常常看到 中國的一些科技與狠活 但我們還是會誇其他地方的一些 我們喜歡的東西對吧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帶大家來看下去 前輩們我剛回酒店 然後我看到我床頭的這個飲料 我實在忍不住要跟你們 錄製一個視頻就是他們 吉隆坡的 長得一個很像芬達一樣的玩意兒 我剛開始抱著獵奇的心態 咱們就是說沒喝過 咱們都想喝 不只能說好奇心害羞貓 就是跟他講 如果你看到他 嗯 有沒有去過東南呀 有沒有去過國外 就是有沒有聞到外國人身上的那種 糊臭味 然後 他們為了掩蓋糊臭味 他們會噴非常濃非常濃的 那個香水 它就是這個味兒 就是昨天打開 因為口渴 悶灌了一口之後 導致我昨晚睡覺的感覺 有一群狐狸在嘴巴裡 聽見啊 給你聽見 大萊西亞的第一天 就差點餓死在街上 好不容易碰到一個華人餐廳的老闆 來個蜜茲雞飯 是哪個博主告訴我的 買大街的都是華人 不用一句英語 就可以唱出如此 我從昨天下飛機到現在 遇上了華人可能就三四個吧 其他的什麼就是 我i don't speak 猜念 這什麼應該是我的 是我的青春花CD 我不是吃茶器 嗯 他才是這個我什麼醬 我看起來都已經有食慾了 本來想找一下 韓國來吃的海鮮大餐的 語言又不通 又不會說 我們就是用的那個翻譯器 跟他們對話起來 也還是很老闊 我朋友的菜看起來更難吃 像糊臭的水 糊臭的飲料是怎麼回事 馬來西亞的朋友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中國女粉紅到底說的是什麼 因為我也沒喝過這個水 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那第二條影片啊 我不排除啊 她真的跳到很雷的店 那她也說她其實想去吃什麼啊 海鮮餐廳之類的啊 但語言不通 所以無法交流 那我就問 為什麼你出國前不做功課呢 出國前要找好自己想去的 喜歡的餐廳很難嗎 Google一下很難嗎 啊對不起我忘了 中國不能Google 那你百度一下 小紅書一下很難嗎 欸不對啊 你剛剛說你問到的就是中國博主 我不排除你是在上面問到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上面的中國博主 是在小紅書上還是百度上騙你 哇那這樣貴國的媒體 還有公信力可言嗎 連這種東西都可以騙 再來啊 翻譯其實沒有很難啊 你們都這樣翻牆來罵我們嘛 自己沒做功課 找到雷電 就不要怪整個大馬是很雷的 是不是 那從另一個層面來說 如果你不是去到雷電 那只能證明你口味不合嘛 不習慣而已嘛 像我也不喜歡吃起司嘛 但確實有一些起司的料理 就很不錯 對吧 雖然我是不喜歡那個味道 但是我吃下去還是感覺到 這個主廚是有用心在料理 只是那個味道我接受不了 不代表他難吃 因為對別人來說可能是非常好吃的 對吧 像我去捷克那邊最有名的就是 煙囪圈 我非常討厭肉桂 他的煙囪圈是用肉桂啊 混在裡面做的 讓自己要去接受 我沒有辦法 可能是基因的問題 那我到了捷克 我還是點了一個 跟我當時的女友分著吃 那我吃了兩三口 欸可以明顯感覺到 他的麵包烤的還是不錯的 他的麵刀弄的也是真材實料 但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裡面的肉桂在我嘴裡 習慣跟好不好吃是兩回事啊 所以啊 我不會說捷克啊 哇這個煙囪圈跟糊臭一樣 捷克的料理 捷克的甜點太難吃了 像老觀眾都知道 強國反賊是誰吧 他是一位取得美國護照的 前中國反賊 一夜的收到我們台灣旅遊 那他啊 因為是中國的北方人 他比較吃的習慣 中國的北方食物 或者是美式的料理 因為在美國生活了也快十年了 而他也跟我說了啊 八九啊 你不要帶我去吃一些台灣 一些偏甜的料理 我真的吃不習慣 因為我是北方人的口味 我喜歡吃鹹的 我喜歡吃辣的 這不代表我們台灣的食物是難吃的 對 這就是跟粉紅的區別啊 因為我們通常會去思考後面的原因 不像這些小粉紅 髒嘴就來 那接著還有一個更搞笑的愛國留學生啊 拍一片痛哭啊 因為教授要他們做一個行銷方案 結果這個中國留學生就做了一份報告 其中裡面就包含了 我要用TikTok去行銷 結果被教授問 欸為什麼要弄TikTok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當然我從來沒有這麼委屈過 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這麼委屈 我們做好的一套方案裡面 是有一個在TikTok上面宣傳 然後教授就說 TikTok是中國政府用來 藉取你的個人信息 所製造的軟件 然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所唯一的中國人 我就告訴他不是這樣的 你登陸TikTok需要你的用戶名 郵箱和手機號 這都是任何一個軟件必須的 然後他告訴我 他需要你的IP地址 我說我們學校用的軟件 也需要我們的IP地址 這樣才能知道我們在哪裡 使用這個東西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美國的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我們組其他同學都在幫我距離力證 但是他就是不讓我們用 他告訴我們 這個軟件在美國被禁止了 你不許用 我現在回家起來 我上他其他的課 我舉那麼多次手 他只叫我回答一次問題 他可以叫第一排那個男生 回答五次問題 可以給我們排好的座位表 我舉手他也看不見 他也不會叫我 我真的好委屈啊 我印象中 這好像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 抱怨美國的問題了 應該有兩次了 三次了 委屈的話 回中國 不要拿美國的文憑 不要從洋沒外 不要當個漢奸 我只是想說 不管教授或是美國政府 說了什麼理由 我就問 你家中國境內可不可以用TikTok 我不是說抖音 我是說TikTok 再來 Youtube、Google、Line、臉書、Twitter 你們可不可以不翻牆就使用 以上這些公司 怎麼在中國沒有分公司呢 當然你們可能說 YT、Google、Line、Twitter、臉書 會被美國政府、日本政府 拿來滲透中國 跟美國現在用的 是差不多的理由 對吧 但最核心的一點 你可以告訴我 Youtube、Google、Line、臉書、Twitter 的黨支部在哪裡 黨委書記是誰 Google曾經拒絕過 FBI跟美國警察 討要顧客的資料 請問中共警方跟中央 跟抖音要資料 跟字節跳動要資料的時候 抖音可以拒絕嗎 答案是不能的 因為根據中共國的法律規定 是必須提供的 否則適同違法 但最重要的還是 中國每家企業裡面的黨支部 可以用它的母公司 對子公司 進行控制去影響 對吧 尤其是對媒體產業的 你就可以去散播一些假資訊 去散播一些貶低當地國家的 宣揚中國多好的 對吧 那當然你一開始也不會笨到 就直接這樣去宣揚 你一定是娛樂 大量的娛樂去麻木他們 一兩年兩三年三四年 然後呢 比例慢慢調高 可能一開始從 95%比5% 90%比10% 85%比15% 其實你只要做到15% 20%的這種政治上的宣傳 就夠了 進而去影響他國的選情 對吧 這次台灣大選 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你站在這種得到一切好處 去批判美國要TikTok出售 而且你完全不提 美國不是要禁止TikTok 美國是要你TikTok跟字節跳動 因為字節跳動裡面是有黨支部 要跟這個切割 你完全不提這件事情 而最近 義大利政府也對TikTok開罰了1000萬歐元 表示TikTok根本 就沒有處理假訊息 或是做到媒體的職責 去幫大家篩除哪些影片是有害的 哪些影片是無害的 讓很多的這個青年 去模仿這個危險的動作 危險的影片 那這個會造成大家跟拍的這種效益 對吧 因為TikTok跟抖音上最流行的 就是跟拍跟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模板影片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一個很暖心 超級暖心的事情 通常我們台灣人如果在海外 被人家說是五星紅旗的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或是說 看到我們台灣的產品 或是台灣的什麼東西 被歸類在五星紅旗下的中國 會非常的不爽 但是啊 菲律賓的一家超市 把旺旺鮮貝跟旺旺血餅 歸類在五星紅旗的China 那是不是說 菲律賓認同 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呢 啊 錯了錯了錯了 這個菲律賓超市啊 他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台灣跟五星紅旗的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開來看 台灣的產品 歸類在台灣 中國的產品 歸類在五星紅旗 所以呢 你看連一個菲律賓人都比我們清楚 旺旺集團啊 是被菲律賓人歸類在China 只有一些台灣人 到現在還不清楚 自己的內奸抓不出來 菲律賓超市的這個行為 我相信應該沒有很多台灣人會感覺到 菲律賓啊 你怎麼把台灣的產品 歸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因為啊 信召不宣吧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爸 下集見了 拜拜